电话爆炸炸出一团又一团的巨大殉壮云 回黑浓烟笼罩天空场面触目惊心 还可听见民众惊吓 吵杂声 以色列27号大规模空袭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 目标摧毁真主党总部和首领 黑夜中炸出巨大火球 亮光照亮夜空 义军声称空袭击杀了真主党领袖 专家分析这恐怕让战火全面升级 不过真主党人为回应领袖生死依旧沉迷 伊朗外长指控义军使用美国威力强大的碉堡克星 每颗几乎达到两顿重 可穿透数十英尺厚的混泥土和土层 建筑里的人只有几小的机会幸存 战火扩大 美国正重新评估中东战力部署 以色列狂轰之际 总理纳坦雅胡在纽约联大演讲 警告伊朗别轻举妄动 不过在纳坦雅胡上台时 多国代表起身离席表达抗议 我给你一个信息 如果你们攻击我们 我们会攻击你 黎巴嫩也进行反击 传出有一枚地对地飞弹 疑似落入特拉维夫附近海运 纳坦雅胡为此提前一天 从纽约返回以色列作战 挺真主党的伊朗则谴责 以色列公然犯下战争罪 警告以色列正跨越 德黑兰红线 将为此付出代价 记者李清聪报道 嗯 一 嗯 字幕 李宗盛